200公斤 剛好我們看到 每身高的體重的飛行程標準 有300公分 高的體重有300公分 這麼這麼的大隻喔 那我們海騰寶寶康出身 7個飛行程 這個身高體重 比起剛出身的時候 大了三倍之多喔 身高從原本的112公分 到現在已經接近了150公分 體重從原本的17公斤 到現在已經超過60公分 所以啊 它在這短短的7個月之內 大了三倍之多 長得非常非常的快喔 我們海騰寶康跟人類一樣 都是獨立生物 都是要由內部來呼吸 所以他們的鼻孔跟人類一樣 都有鼻孔一個氣管 鼻孔呢 鼻孔呢 在他們額頭上面 用一個小小的氣管蓋著 所以那個叫做氣孔 這個氣孔就會撥出腿面的時候 用力的一張一臂 會來他會看 然後來呼吸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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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